禅宗对净土宗 赤之以弊 惠能就讽刺说 东方人遭罪 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遭罪 念佛求生何方 这一身断祸 当时就把不少人给震入了 其实惠能是不对的 他偷换概念 因为佛教说的西方 不是中国的西边 不是印度 西边也是人士 也是惠土 也是惠国 净土是佛住的地方 是佛国或者天国 那儿的人怎么会遭罪 怎么会受苦 又哪里用得着换地方呢 但是不通归不通 却有用 什么用呢 让佛教变得更像佛教 也更适合中国国情 这个话怎么讲呢 恐怕得从头说起 我们知道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宗教这个词呢 有两个来源 都来源 拉丁语 一个意思是通神 一个意思是近神 总之 总之按照这个解释 宗教就是人 以恭敬的态度 实现与神的连接 或者在接 这是西方人 对宗教的理解 汉语却不同 汉语的教 是教化的意思 宗 是根本和主旨 比方说万变不离其宗 也是尊崇和归往 比方说百川 朝中与海 因此 汉语宗教的本意是 以某种教化为宗的意思 教化可以有多种 但都来自于人 比方说老子呀 孔子呀 他们的话 都是教化 以他们的话 为宗旨 那也就是一种 广义的宗教 这样一看 华夏文明 与其他某些文明的区别 就一目了然了 他们以神为本 我们以人为本 以神为本的 就是宗教 以神为本的宗教 也有两种 一种是多神教 比方说印度教 印度教的神很多 主神就有三个 一个叫凡天 是世界的创造者 一个叫皮士卢 是世界的维护者 还有一个叫弑婆 是世界的破坏者 和重建者 这是多神教 还有一种呢 是一神教 一神教的特点 是认为世界上 只有一个唯一的神 这样的宗教 一共有三种 三大一神教 都是人与神的连接 或者在接 所以他们也都有先知 先知就是受唯一之神 启示并传达其旨意的人 因此他们都是天启宗教 只不过对先知的理解不同 犹太先知 是一群智慧的人 耶稣基督 是神之子 穆罕布德 是最后受神启示的人 叫封印先知 现在我们再来看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同为三大世界宗教 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 在于佛教没有神 只有佛 佛不是神吗 不是 理由有三条 第一 释迦牟尼八十岁时 就跟普通人一样去世了 第二 他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成佛的 生前就已然是 第三 释迦牟尼没有得到过上帝 或者天使的启示 是自己成佛的 这怎么会是神呢 摩河加设他们就更不是 所以佛教也不是天启宗教 现在问题就来了 只有唯一的神是一神教 有许多的神是多神教 什么神都没有的是什么教 也只能发明一个词 无神教 是宗教 又没有神 这是一个悖论 佛教也只好朝着有神的方向发展 建寺庙 树偶像 把佛祖和菩萨 当作神来崇拜 寺庙里面还做起法事来 这虽然并非释迦牟尼的本意 却符合信众的心理需求 看起来也更像宗教的样子 想想也是嘛 如果佛菩萨不是神 也没有无边法力 请问怎样成为宗教 我们又信他干什么呢 但是禅宗 坚持一条 佛也是人 那又怎么样呢 大家都是人 就平等 佛能成佛 我们也能 这就是思想解放 意义非常重大 事实上 一种宗教或者思潮 要想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就不能高高在上 反倒必须放下身段 贴近大众 佛也是人 至少有亲切感 大家都能成佛 那就更是给人希望 岂能不大受欢迎 与此同时 佛教与华夏文明 也有了契合点 我们知道 至少从商周开始 我们这个民族 就有鬼神崇拜和神话系统 也相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但是我们的这套系统 是以人为本的 鬼神的存在 首先是为了人的生存 他们或者赐福于人 或者降灾于世 让人悲喜交加 这就要跟鬼神进行协商 甚至谈条件 做生意 这就有了祭祀 有了祭品 这是商人的观点 周人又进一步 认为鬼神的存在 是为了让人有道德 鬼神监视着人的行为 人行善既得 鬼神就赐福 作恶多端 鬼神就降灾 简直就像廉政公署 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 鬼神不仅要保证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裁员广进 就连精神文明建设 也管得起来 但不管是商人的观点 还是周人的观点 总之 没有人 鬼神的存在 就没有意义 何况鬼神本来就是人 什么是鬼 鬼就是死人 人死为鬼 没有贬义 所以就连祖宗 也叫鬼 只有个别对国家民族 有大功德的 比方说治水的大雨 死了以后是神 这就有点像古罗马 他们的开国之军 罗姆路斯 和祖国之父开萨 就在死后被尊为神 总之 成为神 必须有杰出贡献 像我们这样 没什么贡献的 死了就只能做鬼 做鬼也未必不好 关键在于 是否后继有人 只要家族人丁兴旺 子孙延绵不绝 年年得到祭祀 还是很风光的 倒霉的是没有后代 或者死无葬身之地 那就变成了孤魂野鬼 所以中国人最严重的诅咒 就是要对方断子绝孙 实际上 鬼的地位正是由人决定的 比方说伤亡 死后虽然也是鬼 却叫上帝 在任的伤亡 叫下帝 可见上帝的意思 是天上的帝王 不是基督教的God 对上帝的祭祀活动 也是祖宗崇拜 与宗教无关 下帝与上帝血脉相成 大鬼和小鬼 对应着大人和小人 鬼神世界 其实是人的世界 那么有没有不是人的呢 也有 比方说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是体面的说法 准确的说 是妖魔精怪 这是些半人半兽的家伙 跟古埃及的神比较像 大体上说呢 是力量大的叫魔 力量小的叫妖 女的叫妖精 男的叫妖怪 他们主要活跃在民间故事和神话中 不登大雅之堂 算不上重要的角色 重要角色是佛和仙 都是后来出现的 仙就更是人 而且是活人 活人成仙 死人成神 仙和神的区别 在这里 这个很可能是跟佛教学的 因为成佛的也是活人 至于仙与佛有什么不同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总之 鬼 神 仙 仙 佛 都是人 前两个是死人 后两个是活人 前三个是中国的 后面那个是外国的 但是放在一起 没有违和感 反倒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佛教与中华文明 是不是很契合 外来文化中 佛教影响最大 也并非没有原因 不过 佛教与中华传统的契合 以前很少有人注意 禅宗发现并强调了这一点 就完全站在了中华文明的立场上 也为佛教争取到了发展空间 是啊 你们不是担心佛教颠覆传统文化吗 现在不必了 大家都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就必须立足现实 不能再讲乃事 净土和彼岸当然可以讲 也应该讲 只不过得换种方式 也就是说 既然净土中的路走不通 那就得另辟西境 取献救国 那么 禅宗的路 又是怎样的呢